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对于救国团扬言上街头 走法院表示上街头无法改变历史事实 又不满请找国民党解决联合报系资料照分享 为厘清救国团是否为国民党赋肥组织 新政院党产会昨日举行第二次听证会 救国团主任葛永光今日下午则表示 若党产会在没有足够证据下 其认定救国团为国民党赋肥组织 那么救国团不排除上街头 法院见对此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则认为 上街头无法改变历史事实 又不满请找国民党解决 葛永光今日下午则表示 若党产会在没有足够证据下 其认定救国团为国民党赋肥组织 那么救国团不排除上街头 法院见报系资料照记者胡荆州摄影分享 第二次听证会中 党产会提出历史资料 欲让救国团一枪毙命 救国团则援引宪法判例等主张 救国团从未受国民党实质控制 葛永光更强调 若在证据不足人被认定为 国民党赋肥组织救法院见 对此时永明则直言上街头 无法改变历史事实 徐永明指出历任救国团主任 半数以上都有国民党党籍 且讲届时日记中也明确指出 救国团接受党的领导 只救国团和国民党奶水长大 还想赖认为救国团过去一档国体制 深入校园活动以控制社会 如今救国团若转型成以公义服务的团体 更应该勇于面对过去错误 坦然接受转型正义的过程 格永光指出周国团目前有近 6000多名员工若因党产会行政 处分影响工作权绝对会走上街头 并劝党产会主委林峰正最好尽快 冻结党产会的运作 相关阅读复随组织党产会 救国团激变激战党产会 救国团主任格永光 不排除上街头发阅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